新年他不能够回来 只是也是真的很不测 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在 问题是少了他一个 始终是会感觉会缺的 缺了一点 周琪琴已经一年没有回国 来临的农历新年也不会回乡过年 第一次独自在国外过年 周琪琴深刻感受 每逢家节被私亲 平时新年都是我们三姐弟 一起轮流等你打扫的 然后这次没有回家 就我们妈要一个人打扫 然后也特别想念家里 因为毕竟现在 我也是第一次在外国 无法团聚就用视讯解相思 陈会平和周琪琴互相叮咛 对话中满是对对方的爱和关怀 出门记得戴口罩 然后出门回来要记得用酒精消毒 那你要照顾你自己知道吗 要记得吃饱 先进人要穿多一件衣服 养儿一百岁长优九十九 即便孩子已经成年 父母对孩子的爱依然不变 对孩子的思念也不会因距离而变淡 虽然是很想念 但是上人有讲 而想念的话不如化成一个祝福 就祝福他在那边台湾平安 祝福在马来西亚 全国全球的人都要平安 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个疫情 这样子 待新闻余少年 谢凯英马来西亚采访报道